哦不哭不哭不哭 朋友您好 我是史珍 今天我们来到了爱德华公园 我们往后山走 这条路上呢 有一种浓浓的香味吸引了我 对了 就是这个白花 我现在站在大概离它有十米远的位置吧 香气扑鼻太美了 太舒服了 这是什么花呢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个花叫野蔷薇 这个花种在一片树林里头 也没人打理 没有修剪 没有施肥 什么也没有 让它自生自灭 在这长得你看有多旺啊 当然了这是后面是一个小山坡 它种在半山坡上 从我这个位置看呢 大概有三米三四米高 我们走进来看看 看看像不像苹果花啊什么 这都是属于这个Rose family的 那么这个是正宗的吗 这种野蔷薇呢 应该算是Rambler 在那个英文的这个分类当中 是属于有点类似于爬藤玫瑰 在西方世界啊 在英文世界里头都叫它Rose 我们也就叫它 我们就叫它Rose吧 这个地方生长位置呢 它一年四季都是很潮湿 因为它是一个斜坡嘛 它有地下水渗出 说是泉水渗出 所以它这个生长环境呢 还是很舒适很适宜了 而且你看它的植物啊 植株 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 没有什么黑斑啊 任何问题 看小蜜蜂 这一层呢 有点发粉 偏粉颜色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品种 或者是阳光更多 让它颜色更鲜艳的缘故 对比一下就很明显 你看左边这一株 这一串就是粉色 右上角这一串呢 就是白 纯白色 然后是黄色的花蕊 现在是六月 六月底 七月初了 这是一个长周末 是加拿大国庆节 在印象当中呢 好像这个不是rebloomer 它就是开一次花 不会再复花 也就是说它的花期 可能只有一周左右 但是就这么一个星期啊 今天很巧 以前都没太注意这个花 今天的香味 简直是太吸引我了 这里的生长条件呢 还是比较粗犷 比较这个野 你看这个旁边的植物上 小蚂蚁在经营它的 这个什么牙虫农场 但是你仔细看这个玫瑰呢 上次就没有任何的病虫害 你看这个绿头的小蜜蜂也很喜欢 哇哦 很喜欢这个花啊 从来没见过这种蜜蜂 看到这么一大丛 或者两大丛吧 长在一起的 呃 蔷薇 野蔷薇 有两个感想 第一就是这个蔷薇啊 它一旦是 比如说你跟品种有关系 一旦品种 这个耐虫 耐病性比较好 那么它就基本上是很低维护的一个植物 第二呢 就是再一次印证了这个玫瑰啊 rose啊 蔷薇啊 它的香味简直可以征服所有人 说到这个野玫瑰啊 也得说一下它的缺点 这个野玫瑰长得太疯了 占地极大 然后这个特别是野的品种啊 它容易自剥 或者是串根 这个要小心这个野的啊 野玫瑰 要家里养 庭院养 还是要买这个驯服好的 好了 这个野蔷薇 今天咱们就分享这么多 你有什么感想啊 欢迎在下面留言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